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因为你啊 这就绑头发要问女生了 你上面要先绑个类似像公主头 像公主头这样子的情况 他就是要上面先绑一个 底下再绑一个 不过好玩喔 我觉得现在生活齁 我觉得生活就是一种快乐 每天都很快乐 然后一个freestyle 谁说面里老师一定要穿的这样 对不对 面里老师 你有你看起来其实就很面里老师啊 真的吗 因为你就穿的很正式啊 我是正式啦 但是我想就是 没有你看起来就有学问啦 应该这样讲 谢谢牛妹谱那一句 对有学问有学问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七月十号了 所以七月份其实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 对对对 那还是要赶快告诉大家 就是不知道过去的这十天 大家觉得有开的感觉吗 有啊有开的 不是只有孕开而已 就是说心有没有开的感觉 因为其实之前有说 还是有很多事情是要注意的啦 因为这个还是不太好 就大家每一位老师都有讲说 谨慎为上啊很多事情 老师都要讲这样 老师都要讲这样 这样才会有生意啊 也不是啊 就是还是提醒大家 对不对 所以不晓得大家觉得七月份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比较开心呢 还是觉得原本的麻烦事有没有比较好 还是变得更麻烦 我们当然就要来看一下 首先先来看一下二十四节气 我们之前说七月六号是小鼠 再来下一个大鼠是 大鼠大鼠在麦当劳 大鼠小鼠也在麦当劳啊 其实现在小鼠就是 因为小鼠接下来大鼠接下去 八月之下就立秋了啦 对 大鼠是那个气 小鼠是节 那节通常小鼠跟大鼠是一年里面 最温度最高气温最高的时候 也大概慢慢慢慢就 然后进入立秋之后 就逐渐就要开始天亮了 那小鼠是这样 就是小鼠 今天的小鼠叫睽畏月 畏就是养未来的畏 那跟这个今年的 跟子年的太岁来比起来 叫做有一种叫做不协调的感觉 那这种不协调感觉 如果用接地气的话来讲 白话来讲叫做 应该叫做什么盲刺在背啦 或者觉得怪怪的卡卡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时候 其实要注意到一些事情 就是说这一个月份 应该是我们叫做情绪的管理 或者是说 语言上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用词的一个 谨慎去使用它 然后应该最需要的就是补充水分 补充水分对健康也好 对情绪管理都会蛮不错的 所以这样今天最这个月份 穿这种蓝色衣服是最好的 你乱讲 你就看我穿什么 你就这样你就说什么 我也穿蓝色啊 诶对你也穿蓝色 因为蓝色是最好的 真蓝对啊 讲到这个我又忍不住要讲一下 刚刚我在那个广告的时候 跟山羽聊天 呃 常常有颜色色彩学是真的 是真的 有时候我们说穿什么颜色开运 也是真的吗 好anyway呢 我有一群很要好的高中同学 那呃我们就是常常都会聚会 那六月份我生日的时候 我聚会啊 我就突然间很无聊 我就说我们要来个dress code dress code 对我就说那我的dress code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念的高中 我们的制服是绿色的 是 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 因为这是高中同学 我就说我们今天的dress 我们那天我生日的时候 dress code就是大家都要穿绿的 然后就很多人就那个 他们就很痛苦 因为绿色衣服好像现在比较少人穿绿色衣服 穿制服回来就好 好所以这一次我们又要聚会了 那大家就说又是另外两个人生日嘛 就说那我们这次要什么dress code 然后大家就一直吵来吵去 最后我们同学就出来说好 不用管了 我们就不要吵了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彩虹 哦 就是七个颜色 都可以 全在身上 一人认购一个颜色 一人认定一个颜色 红尘黄绿蓝电子 一人认定一个颜色 但因为我们只有六个人 对 少一色怎么办 我还因此还拜求我女儿跟我一起去 他也要是补一个七色 是是是 然后呢我们就在讲说 哎那昨天就开始讨论 到底电是什么颜色 红尘黄绿蓝电子 蓝电子对 电是什么颜色 这个颜色 真的啊 你身上这个颜色 这就是电 深蓝 它其实是有点介于蓝子之间 今天上了一课 深蓝色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除了昨天晚上我们就是终于就是 我就去找出那个颜色 你看我们从小到大都说彩虹七色 可是从来也搞不清楚 电到底是什么颜色 其实就是你 这个颜色如果一般的人穿起来 除非它要搭着很鲜很跳的 那个颜色都搭配 否则这种颜色穿起来 会太沉了吧 它就是 其实我觉得不会 就是我们现在很喜欢的藏青 对 我们常说藏青色 有亮的藏青跟暗的 这个是属于暗的藏青 这个颜色穿起来也是非常好看 但重点是 刚刚山羽告诉我 他说你知道吗 现在小学课本 彩虹只有六色 彩虹已经不再是七彩的 他说他们已经把电这个颜色拿掉了 所以只有红 橙 黄 绿 蓝 紫 今天上了 好奇怪 上了智慧了 真的还假的 山羽 你没有胡我吧 真的 他立刻找住资料以致证明 你知道因为我们已经不太了解 那个太 山羽可爱者 他的年龄还比较靠近小学生 所以呢 大概成年了嘛 他成年了 刚成年 今年四月生日的时候刚成年 我看一下 他真的拿出课本来给我耶 真的齁 对呀 你看 这个彩虹真的是 不讲真的电色是什么 颜色真的不是很清楚 是红 橙 黄 绿 蓝 紫 六色 所以以后是六彩 不是七彩了 就科学上有那个嘛 所以我们讲科学嘛 可能因为其实蓝跟紫 那个过度是要太不明显了 对不明显了 但是还是要选择科学吧 对 如果会变成教材 应该已经主战过 已经有那个了 好 所以你看真的 他这边真的写 你看红 橙 黄 绿 蓝 紫 对啊 六个颜色 六个颜色 就不是七彩 太有意思了 那以后我们讲七彩缤纷 那就不是六彩缤纷 你可以八彩 十彩缤纷 爱几色就几色 好 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老师 因为老师刚刚说到 穿蓝色 蓝色衣服 对蓝色啦 就是水色的 那黑色比较少用 黑色除非有特殊场合 或者是说你真的很想 黑色才能呈现你的 这个色系的话才穿 黑色通常是拒绝的色彩 拒绝 拒绝的色彩 就是说有些的比如说designer 他就说 多建议少批评 什么意思 都你只能赞美 你不能批评 我的任何作品 不接受批评 不接受建议 甚至连建议都不接受 那叫做拒绝的色系 这一场讲 你看所有的设计师 对都是黑色 都喜欢穿黑色 意思就是 你不要批评我 你不要批评我 我不接受批评 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不接受建议 那像水色 水色就是蓝吗 水色就是蓝色 淡蓝啊粉蓝啊 蓝纸啊也算可以是 那这个是什么颜色 这个是 这个是代表什么 这是代表如果说这个 在五行里面代表水的色系 因为现在 这个月的 这个 因为天气太热 所以需要去水来做滋润 但是因为这个月又是水跟火是对冲 所以这个月的最好的色系 反而变成是水蓝 水跟色跟蓝色 所以蓝绿结合是最好的 原来如此 好 嗯 我今天也才上了色彩学 其实五行里面色彩是 是一门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门 非常重要 而且色彩如果配的对 心情会不一样 好 对 十二生肖里面 在七月份 有几个运势 特别好的 特别好的 第一个是 兔子 属兔的朋友有没有 有没有在线上的 七月份运势特别好 特别好的因为它三合 兔子在这个月份又代表降薪 所以事业上可以得到 一番不错的一种表现 那因为这个月份 基本上是比较沉 因为羊的月份属土嘛 稍微沉一点点 不过我们看到股票都在翻 翻翻翻翻翻 翻到怎样不知道 那所以兔子这个月份 还蛮不错的 那财运的话 会比较好 嗯 好 属蛇的朋友 好像也是七月份的运势很不错的 属蛇的一份真的也是一样 因为属蛇是属火 那这个月份其实是 还在夏天这个月份嘛 那四五位南方火 基本上也会代表说 如果说你在你的事业上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点子 其实可以去做执行的 这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月份 所以是 对属蛇的朋友来讲 其实是值得恭喜的 那但是人的选择可能要多注意一下 因为在今年来讲 也许你的朋友 你不心意说一些真心的话 会得罪到朋友也不太好 你说属蛇喔 属蛇的 那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 就是说话可能要特别小心 以免得罪人嘛 对 就是说很多时候关键的话 在某一个看场合来讲 对才蛮重要的 OK好 属蛇的也很好 属蛇的也不错 属蛇就是这个月的三合嘛 三合生肖相当的不错 那属蛇这个月份的话 事业上次会有小有丑症 也许可以无心插流流成因的 嗯嗯嗯嗯 OK 那其他的生肖运势 有需要特别提点的吗 其他生肖运势 我们可以大概很快的时间 把它做一个 好 因为老鼠的话 这个月正好就是一个叫做 老鼠今年是太岁嘛 这个月又是你的叫做 太岁三杀也是你本命三杀 其实三杀这个名字 听起来不是很清楚 嗯也代表说 一种比较浑浊的磁场 会在集中在这个月份里面 所以这个月要多做一些 谦虚的事情 比如说不鞠躬 不骄傲 多弯腰多微笑 基本上可以有机会 化小人为贵人 所以财运这个月是比较 要特别注意点 有高点还是要调一下 会比较好 OK好 再来是牛 牛的话 牛这个月就是本命六虫嘛 对 本命六虫的话 其实有些事情就要做规避 对 不过是土跟土的虫 反而越虫是越旺的 所以没有什么关系 越虫又越旺 反正 我觉得这个月是一个 关键性变化的月份 因此就不怕虫 就怕没有方向 所以值得去探讨 那还是要谨慎理财 因为劫财心 有点胡适淡淡的 绝财心 对对对 好来 爱情事物容易踩地雷 对对对 男生稍微注意一下 属牛的公牛们 公牛们要小心 我看到老师这边写说 爱情容易物踩地雷 对对 再 请格外谨慎运作 对 这个写的真的是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好你的爱情要格外谨慎运作 稍微提醒一下 属虎 属老虎的话 这一个月份 其实有两颗星不错 月德星跟天喜星 这是代表一个婚姻 代表贵人的意思 那但是如果婚姻嫁取 这个月份的话 你如果能够挑选好日子 才是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最需要注意 但是容易被忽略 就是小耗星 耗是小小消耗的一颗星 小小消耗代表说 那个理财 那个钱财会这样 不知不觉给流失掉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你要 要离开所谓的情绪性消费 暴富性的消费 你怎么不早讲 我昨天晚上才 那个情绪性消费了一波 上网的好累喔 然后躺在那边 又买了很多东西 难怪我发现 今天的经济指数在上升 那不过就是老虎的话 这个月份的 其实那个健康 新的运势 其实不是很理想 所以其实多喝水就是对了 多喝水 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现在立刻来喝水 舒服的 那兔子刚刚我没有提了嘛 我们看一下属龙的 属龙的话 这个月也是本命的三赛月 因为三赛月跟 最上的交织的关系 这是一年中属龙最需要最需要 去做趋吉避凶的 真的喔 有些很多事情都观察 少动作会比较好 那这个月应该有四个字 叫诸事不宜 不管假局啦 签约啦 投资求财都要审慎 而且连健康心也不是很理想 对多喝水 没事多休息一下 OK 因为龙根 这个月是代表偏充 有一些行客的现象 嗯 嗯 那 其实是这样很多人在问 老师说诸事不宜 是什么都不做了吗 躺在床上 我说不是啦 重要的事情 不是说既然你在安排中 安排中的事情的话 就按图索记 按部就班去执行就可以了 嗯嗯嗯嗯 是 OK好 好 鼠舌跟他们谈了吗 鼠马 这个月的话 鼠马不错 鼠马的话就是六合嘛 五味六合 那这个月的话 可能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探兵跟吊宴 这个月可能要稍微 回避一下 如果真的不能回避的话 其实很简单喔 身上带一包出炎就好了 海盐出炎 其实就会有一些化解 那女士们的这个贵人磁场 相当的活络 嗯 所以可以放慢节奏 让贵人有机会伸出你的元首出来 欸女生不错喔 嗯 女生还不错 男生的话要 藏风手镯 避免招惹小人 对 太光芒毕露的话 就 有时候就会招来一些 不需要的声音 欸其实藏风手镯 这句话很好欸 很好喔 嗯 就是应该是要当做 我们自己的座右鸣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不见得运势不好的时候 不要 你不许啦 你要尽量发挥 别人可以 你不需要 好好好 了解了解 表现得越好越想买 好好好 来来来 鼠羊 鼠羊的好 鼠羊这个月叫本命月嘛 本命月通常都是存着大好大坏的现象 嗯 那加上加上又是岁上一月嘛 所以 重要的事情还是稍微回避一下 或者换个方式进行就好了 嗯 这个中心 这个中间最要忌讳的就是 婚姻嫁娶跟家庭事务 嗯 那你要买房子可不可以 但是稍微多做一下 事缓则缘 嗯 多做一下功课会比较好 虽然如此 事业上的充斥 依然是值得的 因为展现才华的机会是当人不让的 嗯 对 男士们的情缘运气 虽然理想 不过地雷还是要回避一下 奇怪 怎么这么多男生都会 避免物财地雷 就叫你们乖乖的不要那个 招惹太多事情 只有几个啦 到目前为止出现两个生肖了 对啊 两个生肖 这个男生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能够 呃 现在这个月 这个时候大概很多人都在充斥事业 嗯 所以不要为这个砸身影影响的事业 对 那猴子的话 这是本命的山沙月 这个来讲的话 还是要注意一下 嗯 那因为有一颗心套为注意就是病复心 嗯 那健康养生的事情 不宜掉以轻心 嗯 那没事多休息的 嗯 然后一红化九摘 一红化九摘 所以建议 捐血 捐血 捐血是很棒的 好 属猴的朋友 这个月可以去 半年过去了没有 或者已经到达可以捐血了 对 对事物的执行的话 我建议修正以后再出发 好 它会修正以下 会比较好 好 那属鸡的话 这个月是一样叫做 睡行 睡煞行指示的月份 嗯 重要事情稍微规划比较好 嗯 那新事业的出发 哎 叫做事缓则员 烧完物照 因为太岁六海心 胡适丹丹 嗯 机会心后继等 后继等能量 不是那么的理想 嗯 所以你有规划一下 踩第一步 其实你要第二步第三步 都想一下 嗯 那稳健再踩出去 嗯 那等待是为了更完美的果实 嗯 这是个将自己准备好的月份 嗯 是的 嗯 女士们的爱情运势 哎 步步为营 小心一点啦 謹慎一点啦 对不对 步步为营好像没有谨慎 步步为营有谨慎啊 哦 有谨慎啊 就是一步一步来 对啊 暗部就班 暗部就班 对步步为营啊 是的 是的 蛀狗 蛀狗的朋友们来太岁三叉月 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月出现了一个福星 还有本命的天德吉星 这两颗星听起来就觉得很棒 嗯 不过因为这个月是叫做本命的偏充嘛 所以刚刚讲的步步为营 也是一样用在狗的身上 那这个是何以为的理想的趋吉避凶 嗯 截财经气势啊 依旧是旺盛的 所以谨慎理财是必要的 嗯 那男士们的爱情运势 是虽然是理想 但是还要提防所谓的竞争的事宜 有时候物彩地雷会 物彩到别人的感情领域里头 这也是一种地雷 嗯 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防竞争的事情 嗯 那如果说你怕竞争就对另外一半 对爱情 对 爱的那一半好一点 那应该就会避开竞争 嗯 对对对 好 属猪的朋友刚刚我们有讲过 就是这个月算是兔蛇猪比较好的 肯定三合月是相当好的 是 但是有一个白虎心啊 那白虎心的话行车交通注意一下就好了 OK 好 所以12月7月份的运势跟大家稍微提点一下 那当然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老师 呃 开放call in 来帮大家占卜的时间 那等一下休息一下哦 广告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 02 2363 9955 易金塔罗的占卜 那大家打电话进来要说什么呢 请提供你的生效 还有1到32要选两个数字 不过应该是等一下现场 现场抽牌 现场抽牌嘛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先想好1到32拿两个数字 等下我们洗的时候会请你就叫喊停嘛 对对对对对 先提供数字再洗牌 再洗牌对 好 所以呃 等一下请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要先提供你的生效 还有我要问的问题类型等等的 那02 2363 955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咯 好 10点29分 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 今天礼拜五一同getlucky在我们现场的 是大家喜欢的易金财经专家陶文老师 老师在这个呃 后半段要开放电话塔罗 这个是易金塔罗的占卜时间 呃 0223639955 请打电话人提供生效 然后1到32号 呃 选两个数字问的问题类型 我们要现场帮你做占卜 刚跟老师聊了一下 哎 觉得这个真的大环境还是很不好 大环境对 老师说他这个有些 听到的一些业者真的好惨哦 嗯 事业调好惨 所以现在有就要习服 所以我们习服 习服 相信我们的所有 你看我又跟你讲 是不是打电话进来 都是要问工作事业的 哈哈哈 来我们先接听第一通信话 吴先生 喂 吴先生 嘿你好 好 那我先开始洗牌好不好 然后等下装卦的时候 呃 那个我们就跟他聊天 那我这样讲就是我现在洗牌 等一下 让你喊停好吗 我开始洗了 好 好 那是第四章跟第七章对不对 对 好 您是要问事业 对不对 那事业是说您自己现在本身是有在 本来就已经有在创业了吗 对 哦 那主要是想要问问看后续的 后续的状况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目前遇到的状况是 诶 那个吴先生我可能要请你把收音机 稍微关小声一点点好不好 你现在是不是收音机有开着 帮我关小声 因为会有那个回音 好 您可以说一下 您说您现在您自己创业的情况是 嗯 有点不太顺利 你是因为市场的因素吗 市场的变化的因素吗 嗯 对 市场变化因素 然后你现在的经营 其实 你这个经营 你现在问说 你想问的事业是要想知道 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因为你现在沾的卦全部都是 你看这个都是一个 一个女王 然后再一个是一个跳舞的女后 然后是 倒者 倒者的 一个是你选到的两张牌 对 一张是一位倒者的女王 对 另外一张是倒者的武后 对 都是王跟后 对 王跟后都是女的 那应该是很好啊 这个好是不错 但是这个好代表说 倒的话代表说 他现在的时机 运势其实在负能量的状态之下 因为他是倒者 也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你的行业 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 就是说这是 你这是算传统业吗 那不算我们是美法业 美法也算传统业 所以你现在遇到的就是一些消费的一些困难吗 还是说 所以你要再转型 还是说现在生意客人不上门 其实看起来 这一个是修修或走还是可以做啊 只要不扩大就好了 你现在是有连锁店吗 没有没有没有 对啊 这是没有一个 这个严格说起来是在守一段期间 这个并不是说 因为这市场因素嘛 市场因素 然后最主要是说 现在疫情也慢慢比较放心的 然后你可以再服务好一点的话 其实客人是还是可以回来 或者是我建议你做一个市场的一种策略 就是优惠 优惠 然后做活动 然后或者是买卡 然后买多少送什么之类的 我蛮会行销经营的 对对对 那我建议你用这种策略的话 对你是有帮助好不好 好 我觉得这个还好 这个还好 好不好 好 谢谢你喔 谢谢吴先生 谢谢给你一些建议 来第二位是朱小姐 朱小姐 朱小姐 哈喽你好 你好 您就是要问转职 对不对 对 那请问一下你现在是本身是有 已经有工作嘛 对不对 对啊 旅游业 好 有点辛苦 转职是这样 转职你必须要明确的 那一个标的 有标的了吗 没有 目前是没有 没有标的的话 基本上这个挂会比较漫无目的的呈现 嗯 那你有没有艺术的一个那个呢 如果是餐饮宴喔 餐饮宴 你是要自己开呢 还是去上班呢 嗯 是有点想要找餐店 找餐店好 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做好不好 好 那我开始洗牌 对老师意思说 因为他希望能够帮你再抓准确一点 对 所以先洗牌然后请你喊停 好你可以喊停好不好 好停 好28跟1嘛 对 我先抽1出来 先从前面 8就是刚才是32张嘛 嗯 所以你现在是旅游业对不对 对 那旅游业是做多久了 我做30年了 哇 那很久了耶 可是今年真的是对旅游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冲劲 对啊 好 所以是自己做吗 自己开还是输 他没有是 在上班 那个员工在上班 哇上班上30年 那你真的也是很厉害 很厉害喔 真的很厉害 而且还经过SARS 对 这个你真的挂其实是看到一个惊涛骇浪的一个船 有没有 有一个船在惊涛骇浪当中 另外有一个是反过来的水湖 对对对 我跟你说是什么 我怕你看不清 或是你可能看不到 就是你在烧开水 然后那个水喔 就是已经开了 然后喷出来 喷得乱七八糟 可是他的牌是倒的 对是倒的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牌是倒的 就代表说你不能贸然去执行 那如果说你想要做早餐店 我是觉得这个是可以做 我看一下他的牌的变化 现在是10点多嘛 40 我看一下 那可以看这么说 其实早餐店不是不能做 其实是可以做 但是不能贸然去开 而是说你自己过去有经验嘛 没有经验嘛 对不对 只是想这么做嘛 那你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早餐店去 比如说去任职 去一段时间之后去学习 然后其实这个看起来是可以 到时候能做出你自己独特的这个 的一个风格出来 这个是值得尝试的 但是不能贸然做 不能贸然做 贸然做的话 你会尝到一些比较挫折感 好吧 这样子 其实也不见得是早餐店 因为他刚刚也是随便讲 但是看起来应该是说 如果他有想转职的话 可能是需要再思考一下 而且要了解一下 需要转职吗 需要转职 还是继续继续等 因为因为你刚问的是这个 对 如果一个挂如果说监看的话 是觉得就 你不妨就 你是在内勤还是要带团 内勤 内勤 所以内勤还继续上班吗 还是无薪 提薪 有 还是有薪水 那我只是认为你还不要急着动 因为刚刚开始不要急着动 对 对 不要急着动 老板我想也应该在挺着 还在 这个时候 还在挺着 对 OK 所以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 不是 不要急着动 也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 谢谢 好来邱先生 我们要再洗牌 邱先生 邱先生 邱先生你在线上 您也是要问事业 来 那现在洗牌请您喊停 邱先生 好的 来 请交停 好 18-26 好 那在老师 这个帮你抽牌的时候 我先跟你聊一下 你现在本身就有创业吗 不算是 一半一半 因为是靠行的 靠行 所以你现在问事业是想要问什么 就 这一阵子吧 就半年的 应该是一年多的事业都不是很很很顺这样 嗯 原本是在上班嘛 现在就靠行 就是中间是抽 抽一些那个 对 利润这样 嗯 原本是在上 原本在上班 就是原本算是上班族 但是现在自己出来 但是也不是自己成立一个公司 是靠行 这样 那未来才会想要去 呃 成立一个公司 对 好 ok 两个都是 不错 都是王 都是王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抽到王 对 问事业都有抽到王 事业抽到王代表说 在这个事业里面 他的专业是 还算蛮不错的 你是做哪一种的事业 对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牌齁 一张是 这是不是就是国王 拿着一个权杖的 国王正的 对对对 另外这个是 拿着圣杯 拿着一个酒 拿圣杯 只在庆祝胜利 但是是道的 拿酒圣杯 来庆祝胜利的一位老国王 但是他是道者的跑 对对牌 就是代表说 你这个行业 其实也到了一个 顶端了 所以 要去转型 是哪一个行业 所以你目前这个行业 是不是 你现在是粘体 你现在是电子业 电子业 是你自己在做 还是在上 对你刚刚有在 就要靠行 对不对 是 这个是这样 这个行业可不可以 继续在做 你在想未来的发展吗 还是怎么样 未来 现在还有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到了一个TOP 未来发展也还是这样子 那不是不能做 还是一样这样子的情形 那可能的话就是稍微 你现在是靠航嘛 我想应该靠航是 你可能是只能 现在只能这么做的 因为不是巨人嘛 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可能只有继续这样子做啦 这个是你唯一能做的 刚才讲都是国王嘛 所以王对王 你现在也许是 应该就要靠着 那一个巨人来帮你的忙 所以继续靠航是 要这么做 可能比较好 对对对对 那但他可能就觉得说 最近不太顺 那没关系 继续继续这样做 你继续不顺的话 我想大环境 大环境 就是继续撑一下这样子 好 好不好 希望你一切顺利 好 来 来听陈先生 喂你好 久等了久等了 陈先生属牛 对 哎呀你看今天是不是都来 都职业 就是转职 我就跟你讲 我这个很准啊 我只有 未卜先知 我未卜先知 我只有这一点最准 我都知道他们要来问什么 不讲转职 可能要跟你沟通一下 转职就是你有 已经有明确的去向吗 目前是在一个传统的食品 我是说你转职 你想要说离开这里 那你未来的去向有明确吗 可能想要从事社福相关的 社福 嗯 社福是 社福有收入吗 有有有 就是可能社工或是教保院 okok 所以你问适不适合是这样子吗 对啊 适不适合转还是说现在的 那这是两个挂呢 这你要你要问哪一个 是问现在是不是 我建议你哦 应该问现在这个事业 适不适合 呃继续待下去 未来的发展如何 这样子比较实际一点 对 如果好就继续待嘛 对不对 可能要先问前面 对 就是哎我再顺便讲一下 那个听众朋友们 你们打电话进来问东西的时候 还是有点要像去庙里面拨杯那种概念 像你去庙里面拨杯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有些 你要讲得很明确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 我现在要想换工作 好或不好 然后呢等到保完之后再问 才能再问说 哎那如果我现在想要转哪一个行业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要问 这是我去拨杯的时候 那个行天工的志工教我 那好那个我们刚才讲是哪位先生啊 陈先生 陈先生嘛 你是15跟19 你是要变化那个数字吗 对哦 要改变数字吗 就一样这样的 那我洗牌你跟我讲 停我就停 好 好了吗 嗯 一样好就是15跟19 我是说洗牌 他现在洗牌你要喊停 好呃停 好 停 好 那我就开始取牌了 好 哎你会想要做社工方面的工作 是本身就有兴趣吗 嗯因为其实是读相关科系 哦 但是之前没有在自己的行业上面 就是没有在所学上面走 嗯对啊对啊 好 嗯 OK好来 好了哇 这两个牌都是到的哈 这一个牌是一个在很甜蜜的优惠 可是这个女生在哭呢 对你所以这个就是说 一男一女 然后看起来是在星空下 在呃 在慢舞这样子 对但是女生掉下了眼泪 是掉掉了眼泪 那眼泪是感动的吗 还是幸福的眼泪 我觉得看起来是难过 不知道为什么 这每个人看不一样 另外一张是一位像是皇后带着小王子 带着小王子 牵着他的手 都是到的 嗯 对然后我看一下他的 对 牌的这一个 OK OK 好 这个牌真的全世界只有你自己看得懂 对我自己看得懂 对啊 这谁看得懂啊 还有还有 而且他旁边还有数字耶 因为他旁边还有数字 对那就是一个密码在里头 对这个是 呈现的两张牌 来 如果call in的朋友 想要看你的牌长什么样的话 可以看我们YouTube的回放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YouTube上 都有把牌秀出来 所以你要是现在因为没办法看YouTube 然后那你可以看回放 好这个是 这个事业是还值得继续待下去 虽然刚刚看到这个慢舞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照片 好像觉得幸福可是又掉下眼泪 就是不 哎怎么不同不满意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啦 嗯 这不是说绝对要转职的一个地方 但是你要知道说 我不知道用饥肋来形容 会不会对你 你的行业你的事业不尊敬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想要 将未来更好的话 你应该多方面的学习 嗯 那转职不是现在 也许你说你要转职到社福的话 以后将来是有机会 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 但是不是现在 嗯 因为这个行业 这个事业还可以继续待的 嗯 但是这个待你说有多少发展性 答案是没有多少发展性 哦 现在这个 嗯对 我这样回答你 嗯 可以接受吗 可以啊可以 所以意思是说 嗯 现在还能呆 对 甚至可能不是现在转职 也不是现在转职 对 你现在可以再呆 但是利用这段期间 我们顺便来 做好准备 嗯 然后成长自己 嗯 那你要转职的话 虽然是你的本业 但是你要去做学习嘛 对 要不要考试 你说社福吗 对 呃 如果要更好的话 就是要去修好那些学分 那我是建议你要这么做 那应该这段时间可以 投资自己 我是建议你这么做 去想办法拿一些证照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对很不错 将来 其实社福是一个很棒的 嗯 一个实业这样子 蛮需要你这个 那么 听起来就觉得很有爱心的人 对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听你的声音 就觉得你蛮适合做这方面的工作 加油咯 好 拜拜 拜拜 好黄小姐 嗨你久等了呢 黄小姐 你也想要问转职 对 哈哈哈 好那现在洗牌你要叫停哦 我还要问一下转职 你有明确的未来吗 嗯 我想找一样会计方面的工作 一样会计 现在是转公司就对 是不是这样子 嗯 我现在是语音 所以我想 哦语音啊 OK 好好好 转会计方面的 好可以 那你属机了 OK好那我现在洗牌 那你告诉我停好不好 嗯 嗯 可以了吗 停 OK好 我们是三十二张跟四 黄小姐 所以你在还没有运家之前就是做会计是吗 对 哦那现在运家回去已经要结束了就想说是要回原来的公司还是在另外到找新的工作 然后但是也是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要不要回去新的工作就对了啦 现在要不要回去原本的公司还是说找一个新公司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对不对 好 对 OK 我们现在看到这两张一张是道者的国王他拿着宝剑 也是道者在往前冲的 道者的就是在日夜都在往前冲的一个很看起来很辛苦的人日夜都在往前冲但是也是道者的OK我来算一下 你运营价还有多久 嗯 运营价还有多久 还有两个多月 哦那快了 OK 那真的快了 那你这样子去找这个会计的部分的话其实不是不是不可以的其实是可以找的但是我不晓得你原来跟你这个会计跟你的原来行业是不是有一些落差你要补还要补充什么吗 你还是你直接去记账而已还是做这些其他而已要要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强吗可以看起来好像环境可以看起来大环境对你来讲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好大环境你去做会计我会建议你这个是不要动了这个是不要转先不要动就是回原公司对回原公司这个不是这个时候动你先回原公司再说嗯 嗯那先进修吗 嗯最好是这样子因为看起来有一些需要补强的部分嗯嗯所以可能竞争力也好或者是说你的职场的一些可以展现的可能会需要多一些补强这个挂子不建议你转嗯OK好不好好谢谢拜拜再来黄小姐刚是黄小姐吗两位都是黄小姐连两位都黄小姐好你想问求职是不是对 好那你这个求职是你现在有工作吗目前没有目前代业中对求职现在是有已经去某个公司吗还是还没是就是求职一下找工作会不会顺利之类的好那我来帮你做占卜我开始洗牌好吗好那你说好就停停好那是11跟17对不对好那我就来帮你数牌 嗯嗯你之前有上班吗有哦那那后来是离离就是对对就离职哦那大概多久 因为一段时间大概三个多月哦三个多月那也还好哎那之前离职是因为环境疫情的影响吗环境不好吗公司有什么样的处理这样没有想说换一个工作环境因为上在三个多月前那时候换工作其实蛮惊险的哎因为整个环境都不是很好哦好来看一下你抽出了这两张牌哦好一张呢是倒着的 这是皇后拿着权杖对对对这是非常有powerful的powerful的皇后拿着权杖倒着的对对另外这一个就这样你看上一次不是有那个日食这个很像另外一张很像是日食在做祈祷的仪式然后一个女生对着太阳在像祈祷对看起来有点像女巫是正牌一个是皇后拿权杖的倒牌一个是有点像是女巫对日祈祷的一个正牌 我想请问一下你目前在待业中那你有在做什么样的进修做什么样的准备吗还是要原来的行业还是要做转变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走原来的路线我是不建议可能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行业的一个一个改变嗯对不一样的行业不一样的行业正在寻找东正在寻找当中吗有开始行动了吗有有那目前的回应呢看起来好像还没 他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理想对还没有回应那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差的部分是在哪里是多投一点履历吗还是说你在这个部分你觉得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找得到耶嗯嗯嗯要不要换个方式嗯换个方式是可以对这个如果说嗯讲的讲的比较薄比较快一点的话 应该要年底之后的啦哇那还要等一段时间对啊满长一段时间至少半年这段期间如果说你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收入还不是那么的急的话其实也可以做进修啊嗯或者是这一方面可能要满一点的啦对没那么快嗯对这个就是代表一个调或者是你自己的调整呢你有可以调整其他的方向吗嗯就我现在换的那个行业跟我原来的 是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对我知道那这个行业就有没有人家隔行如隔山这种感觉呢嗯是还好因为我现在是找的就是那个呃像呃门市的零售哦你是当店员嗯嗯对想想去嗯想去当门市的店员那门市店员就没什么像这样子的就是那也不是说像我们那么的就是上班族嘛对哦那那这个要占卜嘛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可是还没有找还没有就他觉得怎么找不到我是觉得我觉得你你你你是一直在用这一个就是说当店员嘛你自己的本身的行业没有特殊吗我觉得你在继续走这个行业对你的未来也未必是很好因为这个挂箱看起来你换他不换要觉得你换了也没有用我原先是不是我原先是走的比较专业的对啊你为什么不回去走专业呢哈哈哈哈对对老师看就觉得我是觉得你我就看起来这个 我觉得不太适合啦对那么回去原来的专业比较适合我是觉得你还是要走专业的你走这一个的话你大概一段时间而已啊对一段时间你大概就会觉得这个嗯够了累了还是要走原来的对对对OK我是建议你这样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了就大概跟你聊到这里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我们还有一位李先生最后在线上哦因为你已经等很久我们一定会把你电话接完哦所以我们先进广告再接 而且这是今天唯一一个人不是问工作的他要求桃花了我真高兴听到有人要求桃花是不是啊对啊好我们等一下接电话我们先来进广告哦好那么这个应该听到前奏就知道什么歌了吧周杰伦最近又出了一首新的神曲mojito我们赶快来接李先生啊你等很久了我们一定给你接完你放心哦来来你要你我们先洗牌你喊停 好然后17跟8号你你你你是现在有对象还是没对象还是单身很久了吗哦所以之前有对象啊那没有没有在外面上班意思是没有上班还是自己做哦 自己在創業 比較沒有機會在外面認識人 我來講一下你抽到兩張牌 一張是一個火山爆發 這是準備又爆了嗎 我可以隨便這樣亂解讀嗎 火山爆發 然後一張牌正的 牌是正 然後另外一張是震動 震動就是有一個工人在專地 但他是到的 感覺這兩張都很震撼的感覺 很激情 對很激情 你自己講的很激情 很渴望的這種感覺 快笑死了 幫他一下 他的內心的渴望 就如同火山般的想要噴發出來 剩最後一分鐘 如果沒講完沒關係 我們會掛掉 我們會繼續跟你講 你這個掛槍看起來 就是要多參加聚會 多參加聚會 多參加朋友的聚會 或者是把這個消息釋放出去 我想你還蠻積極的 你是一個蠻優秀的一位男士 對事業也很認同 我想這個是還沒有得到另外一半 不來 遲來不代表不來 對 所以應該多參加一些聚會 是有機會的 謝謝謝謝 多參加聚會 屬老虎的 在家裡正東方 都持續的插花吧 在正東方方花 謝謝你 好謝謝你 加油喔 謝謝老師 今天最後接到一個桃花 突然間感覺心都開了 心都開了 謝謝大家 我們下週一同時間再見囉 拜拜